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9月1日 利物浦激战牛卡素 周四凌晨 英超新一轮上演重头戏 届时利物浦将主场迎战牛卡素 利物浦上轮英超9球大胜班尼茅夫 红军追凭英超历史最大比分记录 球队士气震胜 不过牛卡素新赛季开局保持不败 他们经过修赛期的招兵买马 其实力大增 双方经账对话 必将是火花四件 利物浦新赛季英超开局相当不顺 皆因阵中伤兵满营 18000马甘拿迪 拿比基达以及迪奥高祖达等 三条线上的数名球星都在养伤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是红军主力或者重要轮换 这让高普在排兵部阵上捉襟见肘 前二轮联赛面对傅贤与水晶宫 利物浦都是全场落后的一方 最终破合对手才避免三分全失 最为不利的是 新元达云纽尼斯在对阵水晶宫时 还领到红牌 被罚停赛三场 对于球队进攻影响极大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红军低迷之际 他们又遇到双红会 兵败奥托福球场 也就不足为奇 前三轮英超对于利物浦来讲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好在上轮他们迎来了另一只身班马班尼毛夫 凭借罗巴图费明奴 与路尔斯迪亚斯各自上演 没开二度 费兵奴泰华里斯与维基尔云迪克等人纷纷建功 球队最终9比0大炒对手 利物浦成功追凭英超历史最大比分记录的同时 还送班尼毛夫主帅伯卡 Scott Parker直接下课 以这样一种方式录得新赛季英超首胜 利物浦也算是卸下心中压力 此番继续主场作战 调整好心态的红军会逐渐步入正轨 纽卡素前四轮英超路得一胜三和保持不败 当中与未免冠军曼城战成3比3的比赛成为经典战役 前锋阿伦胜麦斯文的突破与助攻 以及队长基兰杰比亚的百步穿扬 让外界意识到现在的喜鹊阵中卧虎藏龙 过去几年 纽卡素招贤纳士 米基尔艾米朗 基斯活特以及哥林威尔逊等人组建成强大的攻击群 过去一直以带队户籍舰长的艾迪赫维如今 都有足够资源敢于在燕飞路球场和利物浦打对攻 也许是看到了经济联赛开局的成功 纽卡素几日前花费打破对史记录的7000万欧元 引入了瑞典前锋阿丽山大伊沙克 球队封线实力进一步提升 虽然阿丽山大伊沙克目前因劳工症问题还无法出战 但要知道纽卡素经济能够三次洞穿曼城球门 本轮面对利物浦他们也绝不会脚软 阵容方面 前锋哥林威尔逊与中场班奴基马雷斯等人 因伤倦情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感谢您的频道